消防那一根整個斷掉 抽獲現場一片狼藉消防栓整根斷了 路邊彷彿冒出噴泉 凌晨一點多 這位駕駛出事啊 黑服駕駛被警方帶走 凌晨一點多駕駛唱完歌準備回家 搬路上手機響了想接電話 結果失控往左偏直接衝進民宅 先撞了7樓下的黑色轎車 再撞上隔壁小黃 一共撞爛兩輛汽車和三輛機車 酒駕自撞 酒測值高達0.83 陸近住戶睡目中被撞擊聲嚇醒 索性車禍沒有撥擊民眾 但黑色自小客車車尾變成背鐵 小黃也不能上工 損失慘重 驕駛變成是為了接電話才會自撞 但全身酒氣 明顯酒駕 共有兩輛汽車 三輛機車遭受波及 酒色值達0.83 被撞斷的消防酸現在施工維修 已經整根換新 但車禍殘局還在收拾 最無奈的就是被撞的車主 看著愛車毀了真的很萬壇 而22歲駕駛撞毀自己前程 被警方依法送辦 繼續張春華評論報導